四座現場適時的貨櫃整個翻轉90度 而貨櫃車車頭經過擠壓,前輪翹起,傾斜45度 金庸市消防局貨爆港溪街,另外道路光河橋入口 6號發生連結車翻車意外,僅消抵達現場前,駕駛一度收困車內 有關金庸市中山路貨櫃車翻覆儀式 本所同仁到達現場後,隨即交通管制維持市民交通安全 該案駕駛人自行脫困後,經消防局同仁減傷後 僅為左手擦桑無聲明月,前案相關造勢原因 由基隆市交通隊後續處理 所幸駕駛最後自行脫困 而事發地點在西岸連外道路,光華橋一帶 大型重車居多,路段有規劃大型貨櫃車專用道 民眾經過要特別注意 記者黃燒民基隆報導